欢迎收听线上儿童广播节目 《烂愤猪讲故事》 今天要讲的故事是《森林小管家》 作者 珍妮诗 在一个住了很多不同动物的森林里 所有动物都很开心地生活 里面有一位森林管家 他叫猫头鹰爷爷 他是负责打理森林的 但是他已经老了 所以他希望找到一个精力充沛 愿意帮助大家的新森林管家 多谢大家跟我一起照顾 这个这么漂亮的森林 但是我已经老了 要多点时间休息 所以今天请大家来 是希望可以找到一位新的森林管家 我们真的好不舍得你啊 大家可以生活得这么开心 都是大家一直以来的付出 只要大家跟着新管家的带领 森林一样可以好像现在这么开心 但是现在有谁可以做好管家呢 我又要照顾狗BB 对森林的事我又不是太懂 嗯 虎猫猫做啦 大家都叫我两只猫猫 连自己的事都常常不记得 要做新管家 我会太大压力啊 不如大象做啦 虽然我在森林里面是最大的动物 但是我和猫猫要负责森林安全 是啊是啊 我和大笔状没那么多时间照顾整个森林 兔子做啦 兔子做啦 如果有坏人我受会吓得你卖的 梅花鹿做啦 我提议狮子做我们的新管家 他除了够威严 而且对我们一帮梅花鹿都很有事 没错啊 他平时这么有真力 以前有常常帮猫头鹰爷爷 他一定可以做得好的 啊 真的吗 是啊 你平时最照顾我们的小动物 春天的时候 又会帮大家准备好 所有冬天的食物 嘿嘿 多谢大家 那我就做森林的新管家啦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大家 保护一个森林的 就是这样 狮子做了森林的新管家 过了一阶段 过了一阶段 森林竟然出现大鲜色啊 难道狮子管理得不好 我们一起去听下啦 你不可以在这里噴水的 还有你不可以在这里爬树 是呀 我提了你狗仔不可以在这里吃东西 你都重复饭菜 我决定要在这个森林增加惩罚 谁再不听我的命令就要被罚 以前猫头鹰爷爷都被我们这样做的啦 我们有没有想害到其他动物 就是啦 什么都不给 又要经常对我们呼呼喝喝 我们每只动物都要很努力地照顾这个森林 只是用不同方法而已 你们不要再那么多抱怨啦 现在有人破坏大事 由现在开始 你们每一个动物早上都要来报道 每三个钟报道一次 但是我和猫头仔发现 是有些人类来画花点树 不关动物事啊 肯定是你和猫头仔经常偷懒 你太过分了 你这样说太过分了 我们和大兵将每天都很努力啊 狮子你这样实在太霸道了 所有规矩都没有和我们商量 听听我们的意见啊 我们不要再和他说了 我们一月搬去第二个森林啦 好啊 很多动物开始搬屋 离开这个森林 狮子哭着地跑去找猫头鹰爷爷帮忙 猫头鹰爷爷 这动物不喜欢我这个森林的 他们说要搬走了 怎么算好啊 究竟发生什么事啊 猫头鹰爷爷 于是狮子就说了整件事 给猫头鹰爷爷知道 我看到森林的环境和秩序 好像比之前差了 所以就定了新规矩 那你之前有没有和他们商量啊 他们一定不同意我的 因为未必各个动物都会觉得对 而且你只是命令他们这么做 只会令人觉得你霸道而已 其实我很想做好每一件事 只是想想个森林更加好 可能我太心急了 没错啊 没错啊 你原本都是为了大家好 但你要记住一个好管家 除了要照顾大家之外 都要令所有动物生活得开心 还要好好控制自己情绪 要慢慢改变 不要太心急啊 猫头鹰爷爷爷 猫头鹰爷爷爷家里窗口 传来一阵巨响 猫头鹰爷爷和狮子 立刻跑出去 看一下发生什么事 哎呀好疼啊 你们干什么呀 我们刚才看到你跑着哭 那我们就跟着你咯 其实大家都是想森林好 如果狮子肯听听我们说 我们就应该好好帮助它 对啊 不如我们进去猫头鹰爷爷家里 一路吃一路慢慢再谈吧 好啊 小朋友 你猜猜最后狮子 会不会做得好管家的工作 令森林的动物都生活得开心呢 原来一家之主真是不简单的 记得每周六听烂分珠讲故事啦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